你知道嗎在你的YouTube後台有一個YouTube編輯器 它可以讓你去編輯已經上傳發布的影片 它可以讓你去刪除內容 去添加模糊效果 去添加影片音樂等等 如果說你的影片在上傳發布之後收到了YouTube的版權警告 或者說你並不想讓影片的一些內容去出現到觀眾面前 那麼這個工具一定要知道如何使用 這期影片就會完整展示給你YouTube的編輯器是如何使用的 Hi 我是 Grayson 這頻道就要示範關於YouTube頻道語音、流量變現以及網絡訊驗內容 我每週分享三部影片需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首先展示給大家如何去打開YouTube的編輯器 第一個方式是進入到你的YouTube後台 然後選擇內容 在這邊就選擇一部你想要去修改的影片 比如說選這部影片 然後在這邊可以找到編輯器選項 在這邊你就可以看到我就打開了YouTube編輯器了 另外一種方式就是你打開一部影片 然後這邊可以找到編輯影片 在這邊也是能夠找到這個編輯器選項的 在我們打開了編輯器之後 這左邊會有一些功能選項 然後右邊可以讓你預覽的影片 在底下就是具體的時間之後 你可以編輯裡面的內容 在這編輯區裡面會有不同的軌道 這個就是影片的軌道 然後這就是音樂音頻的軌道 第三個是資訊卡的軌道 這個是片尾畫面的軌道 如果你頻道已經開通營地了 然後你會有這個廣告插播的軌道 我們可以首先選擇這個剪距修剪 現在我們就可以對我們具體的內容進行刪除了 你可以看到會有展示出前面這個框 還有後面這個框 這框裡面的區域就是你保留的區域 就代表後面這個框刪除掉了 所以整體的內容會保留到這個框到這個框之間的內容 那如果說你想恢復成原樣的話 你可以選擇這個還原 就恢復到上一步 再還原一次恢復到最原始的狀態 只要說你想重做的話 再返回到之前那一步 如果說你想刪除掉影片中間的一段內容 那麼你可以挪動這個時間軸 比如說挪動到這邊 那麼可以選擇這個新增緊急片段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就會有一個紅色的框了 這邊代表起點 這邊代表終點 紅色方框的區域就代表要刪除的區域 然後可以挪動這個框 比如說到這個節點 或者說你能夠知道具體時間點 你可以在這邊去輸入時間點 也是可以的 假如說你確定了 你可以選擇這個打勾 就是減下 你就可以看到這一部分就變白了 就代表你要去除掉這一部分 如果說你想再編輯的話 你可以選擇這編輯 然後再進行調整 你也可以通過這時間軸來具體控制一下 要到哪個時間點 當你在這邊預覽好之後 你可以把這時間軸放到這邊 再移動這個框 也是可以的 然後選擇這個減下 你就可以選擇要減下這片段了 假如說想刪除這片段 你可以選擇刪除 會讓你確認是否要刪除這片段 現在就恢復到之前那個樣子了 然後你可以選擇還原 就恢復到你要去減除掉這片段了 那你是可以增加多個減除片段的 比如說在這邊我還想去減除一個片段 我可以在這邊去新增一個剪接片段 然後選擇一個區域 然後選擇剪下 你就可以看到 會有兩個我要剪除的片段了 你是可以使用這個剪接功能 去剪除掉多個片段的 這裡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你只能夠去剪除你本身影片內容 但是你不能夠添加新的內容 也不能夠把其中的內容去調換順序 這些都是不可以的 如果說你想保存剛才的操作 你可以選擇儲存 或者是你不想保持剛才的操作 你可以選擇這個捨棄變更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三個點標誌 這裡有個還原至原始影片 這就代表著如果你選擇了保存剛才的設置 但是你最終不想要去做出那個改變 你就可以選擇這個還原至原始影片 就可以恢復到你本身最原始的影片了 然後底下一個選項就是鍵盤快捷鍵 這邊會有很多的快捷鍵供你參考 去讓你更快速的去使用YouTube的編輯器 底下的功能就是模糊處理 它會有臉部模糊處理 還有自定模糊處理 比如說可以選擇自定模糊處理 就可以看到它會有一個模糊的邊框 我可以挪動它 然後調整它大小 這邊你可以選擇模糊濾鏡的形狀 默認是矩形 然後你可以選擇把它變成橢圓形 然後你可以選擇模糊處理方式 是追蹤物品 還是說你固定在一個模糊處理的位置 這邊你可以看到有個黑色的區域 就代表這個模糊處理它的時長 你可以調節它時長 比如說把它延長到這邊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你有精確的時間點可以在這邊輸入 我想刪除掉這個模糊處理選項 你可以選這個刪除元素 就沒有了 或者說你可以選這個臉部模糊處理 那這邊YouTube的AI就會偵測它的臉孔 它會顯示正在處理你的影片 它是需要更多時間的 隨著這個期間你可以使用YouTube的其他功能 然後它會在背景中去執行處理作業 這邊有個放大鏡然後縮小鏡的功能 它就能夠讓你去放大時間線裡面具體的細節 在你進行操作的時候 有時候你需要更詳細的細節才能夠操作 所以你可以使用這個功能 下一個就是音訊選項 在這邊你可以添加YouTube音樂庫裡面的音樂 在這邊你可以播放音樂 然後有一個搜索還有篩選選項 你可以選擇搜尋 或者是你可以篩選音樂的類型 這裡面會有不同的類型你可以選擇 然後在這邊你需要注意一下 它會有一個授權章書 它會告訴你這首音樂是適合你所有的影片的 包括盈利影片 並且你是不需要著名處處的 假如說我想選擇這首音樂 我可以選新增 就可以看到我就新增了這段音樂了 然後你可以調節音樂的時長 比如說把它縮短一些 然後你是可以添加多首音樂的 比如說再新增這段音樂 他們都是默認從頭開始的 你可以把它挪動 挪到這邊也是可以的 然後可以調節它的回音比例 可以把它變低一些 當回音比例越低的時候 你人聲就能夠出現得越清晰 下一個就是片尾 可以選擇編輯 片尾畫面是出現在影片最後20秒的畫面 這裡面我已經添加了一個片尾畫面 它是播放清單 我可以選擇這個添加元素 我們還可以添加影片 訂閱按鈕 頻道還有鏈接 比如說再添加一部影片 就可以看到這邊可以顯示我添加了一部影片 然後可以挪動它 然後這邊可以選擇 是最新上傳影片 還是說最符合觀眾喜好的影片 又或者是我可以選擇特定的影片 如果想選擇特定的影片 就進入到這個界面裡面 然後就可以選擇一部特定的影片了 你就可以看到我就添加了一部特定的影片 另外也可以添加一個訂閱按鈕 就可以看到一個訂閱按鈕就出現了 觀眾是能夠點這個按鈕去訂閱我頻道的 我們可以選擇這個放大選項 我們是可以調節這片我畫面出現的時長的 比如說可以把它變短一些 那麼就可以看到 首先是我訂閱按鈕先出現了 然後是我這部影片 再來是我的播放清單出現 接下來是資訊卡選項 這部影片的任何時段都是能夠添加資訊卡的 我可以選擇編輯選項 這裡面我可以找到之前我添加的資訊卡 就可以看到在這個時間段我添加一個資訊卡 也就是我推薦一部影片給觀眾問看 如果觀眾點擊這個資訊卡之後 就會跳轉到這部影片 那我可以選擇另外一個時間段 在這邊添加個新的資訊卡 它也是能夠讓我們去添加影片播放清單 頻道還有鏈接的 比如說可以添加一部影片 這邊添加一部相關的影片 像我添加了一個新的資訊卡了 然後我可以挪動它 挪到任何時間點也是可以的 如果說我不想要這個資訊卡了 我可以選這個刪除資訊卡 就刪除掉那個資訊卡了 那在這邊如果你的頻道開通盈利了 也是能夠去添加廣告插播時間點的 這裡面展示的就是我之前已經添加的廣告插播點 然後可以選擇編輯 我可以挪動這時間軸 然後選擇添加一個廣告插播 現在可以看到我就添加了一個廣告插播點了 也是能夠挪動它位置的 在這邊可以選擇刪除掉一個廣告插播點 YouTube的這個編輯器可以幫助你編輯已經上傳發布的影片 但是說我想要真正的自由的去剪輯影片 擁有強大的剪輯功能 一定要去看這期影片 我會告訴你我推薦的三大剪輯軟體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想到這部影片點個贊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來就跟著關於YouTube內容 追蹤我IG能夠很有過度互動 那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掰掰